我没有拉好我的眼睛 这是饭圈最大的那个仔 最大的那个仔 MXH嘛 梅西湖 SRRX嘛 这生人心 WSL嘛 我死了 NSDD 我知道你是对的 HJYND 什么东西啊 何间一嫩的 怎么像个韩语 何间一嫩的 好家友的 好哈 哈机 哈 恒 红 黑 这什么东西啊 好决一男的 刚才那个WSL 我死了 不是吗 我说你了 你看不要离flag吧 之前的flag离得多吞 我就是饭圈最大了那个 这也太狠了吧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 让我看 令人心动的offer3 节目组还请来了毛不易和周深 这两位气一从一的明星嘉宾 这次观察室里的主持嘉宾意外大唤血 何炯和萨贝宁缺席了录制 请到了孟非来主持大局 毛不易和周深的加入 流量和人气当然是不请自来了 很多粉丝都是冲着这两个人来看心动的offer3的 不得不说节目组找嘉宾还是真的挺用心的 他们和这些实习生们聊起相似的经历 会容易带动观众的共鸣感 而且这两人除了唱歌好听以外 真的太适合录制综艺了 要是出现在同个节目 那综艺效果瞬间拉满 听他们俩聊天 有时候跟听德音社相声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在心动的offer里 两人经举评出 搞笑不断 在实习生们紧张考试的环节 这两人就很会调节现场的气氛 而且是点到为止 一点都不唐突 同时很容易拉满综艺效果 看过节目的小伙伴们就能感受到 心动的offer3 毛不易和周深 算得上是这档节目里的灵魂人物了 每次当观察室的众人产生疑惑时 都是毛不易和周深 站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他们不但是节目邀请的明星嘉宾 因为他们早前的学医经历 还兼任着解说员的工作 我们也能通过他们的解说 和这些素人实习生 以及观察室的众多嘉宾 一起了解医学生们 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有网友还调侃请毛不易和周深 是为了证明学医之路不容易 来劝人转行的 这些网友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医生是最神圣而值得敬畏的职业 这两年最美逆星者们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和重生 是他们让我们知道责任和担当 同时也希望这档节目能够给我们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和好榜样 在这一季的加油团当中 周深算得上节目的老人 说实话 这些年周深参加过的非常多的综艺 在所有的节目当中 周深都像是一个孩子 在去年的令人心动的offer中 因为有何炯和萨贝宁两位大家长在 周深和范晨晨更像是两个孩子一样 玩得太开心了 有时候我就在想 周深参加这档节目有成长吗 一档职场类观察真人秀 周深真的学到了哪些职场上的知识吗 看完这一期的节目之后 我想说周深的成长真的是显而易见的 他在节目中多次控场 而且还经常和嘉宾们一起开玩笑 说实话 这一季的主持人看似是孟非 要是换一下座位的话 我觉得周深更合适 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 医学生流畅 找到自己的代教医生 崩溃大哭 这个镜头播出之后 观察室里的嘉宾们 也是被深深触动了 按理来说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都遇到过这种被压力压到崩溃的瞬间 作为主持人来说 看到这样的镜头 是不是应该cue大家聊一聊呢 毕竟这是职场真人秀 当压力成为一种职场常态化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拿出来被重视呢 没想到这一趴结束之后 孟非根本就没有以此去引发这个话题讨论 反而是周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周深说 流畅 我印象深的是 他在哭的时候说自己不聪明 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 他是一种习惯 会否定自己的一个性格呢 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 说实话 看了这段 你会觉得周深的语言组织能力并没有太强 但他升华主题 帮节目上价值的意识是绝对强的 当周深引出这个话题之后 毕丽静 孟非 陶勇 三位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剩下的几位也都参与了这次的讨论 这个节目的价值瞬间就上来了 当大家发表完意见之后 周深再次控场 我想来调个事 孟老师 海权老师和陶医生 你们有没有下属在你们面前哭过呢 听完周深的这句话之后 我被成功逗笑了 同时 我也被周深的超高双伤征服了 作为一个晚辈 能在孟非 胡海权 毅力静 这些前辈面前完美控场 而且还不会让对方有一丝的不舒服 周深真的是太牛了 周深这次真的是把自己 作为节目老人的优势全发挥出来了 这样的控场能力 都快要赶上何炯了 我真的一度以为 周深在这一季的定位 还和上一季一样 没想到 这一次 却直接翻身了 如果要是按照周深 这样的成长速度来看 我觉得 下一季的offer 他是可以当主持人的 就编曲吗 哼 对 你真的也很好听 也很酷 也很帅 也很美 谢谢大家